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要做汤包 那我们的汤包就是把中间粉跟其他的 一点盐啊 然后一点水啊 拌进来以后 然后再加点酵母粉 然后开始搓揉 搓揉成面团 面团搓成面团要搓的 不粘手也不粘钢 然后呢就是你的面团都是光滑的 这样子 然后呢把它搓成一团 然后等一下就放进发酵箱去发酵 那通常我们发酵箱呢 用35度时钟而已 因为我们现在要把猪皮切成丁 切成细碎 要做汤包的内馅 汤包的内馅 所以呢我们要制作它的高汤 高汤就是把猪皮熬细嘛 跟大骨熬成汤 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猪皮切成多细细以后 然后呢放在铁盘里 然后放进冷冻 然后等一下呢就把它切成块包进汤包 汤包喔 汤包就像这样子喔 汤包要折嘛 折应该是要18折 但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喔 从这边开始同学看一下喔 这边 折上来 大拇指按线按下去 一折两折三折四折五折六折七折八折九折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老师就十六了老师只能到十六折就这样子这个汤包就这样子OK好 十克然后馅大概十克这样子喔 那就小汤包 那做了这个小汤包之后呢 还要放进去发酵二十分钟叫后发酵 好就这样子 那对汤包要再做后发酵 没发酵就不够弹性旁边就不会Q 看来今天的汤包就只有一颗还可以 只有一颗还可以 其他的其他的要加油 要加油今天的汤包只有一颗算是成功 而且如果严格讲的话 连这一颗中间也看到线的这样也不行 所以呢 这个汤包真的要加紧练及